台湾市美孚仓储去年发生严重大火 当时的市府环保局 以违反废亲法及空污法 祭出了600万元的重罚 然而事过境迁改朝换代 但是却变了调 市议员刘许婷与刘胜权 就联合美孚大火自救会召开记者会 控诉美孚公司提出诉认后 罚单竟然全部被撤销 讽刺这根本就是骗局一场 美孚仓储在去年3月发生大火 当地居民忍受腐败恶臭长达40天 当时郑文燦市府宣布重罚美孚600万元 想不到美孚提出诉认后 环保署以证据不足及引用错误法条 撤销美孚600万元罚单 市议员刘许婷表示 美孚不用被罚钱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必须要给居民一个交代 市府当初的回应是很直接 他说我们重罚美孚500万 后来废亲法又重罚100万 也就是总共是重罚600万的方式 最近我们重新调阅资料之后 才发现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实 就是报告市长 这600万一毛都没有发 一毛都没有发 那这过程其实是非常荒谬 600万的罚单被撤销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让陶列市民 有一个清楚的认知跟交代 市议员刘胜泉指出 美孚大火是严重的公害案件 当时环保局因为没有保全证据 仅用不是当的罚条 才会被撤销罚单 他认为当时的环保局严重失职 由于财阀被撤销 美孚大火自救会决定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美孚道歉及赔偿 在调解会上还直接畅明了 自救会无法证明说 这些臭味的来源就是美孚 这难道不是因为 第一时间拥有最多资源的 政府单位不作为 才造成居民只能挨打吗 政府的无能 逼得我们最后只能自救 走向集体诉讼意图 这一路上感谢所有愿意参与诉讼 并肩作战的伙伴 还有协助我们的朋友 才能今天正式抵撞 针对议员控诉 重罚美孚是骗局一场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也发表声明指出 当时市府采取严格标准裁罚 后续再度撤销员处分 他已卸任市长 因此请外界不要恶意扣帽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